为什么女生结婚后都不想要与婆家同住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因为 住在婆家必须要衣着整齐 不能不穿内衣到处走来走去 必须要客气礼貌 因为这个家的主人不是我 必须忍受小孩的教养 老是被别人插手 必须要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 努力融入这个小团体 身为结婚的女人 其实我们想要的 不是豪宅或是名车 很多很多现实的考量 我们也都知道 但心底最深处希望的 却只是回到这个地方 可以过的 可以把这个地方称为 我家 许多媳妇都不喜欢跟公婆同住 二宝妈阿应精辟解析 让网友都称赞超中肯 为什么女生结婚后都不想要与婆家同住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因为不自在 住在婆家必须要衣着整齐 不能不穿内衣到处走来走去 必须要客气礼貌 因为这个家的主人不是我 必须忍受小孩的教养 老是被别人插手 必须要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 努力融入这个小团体 如果整天关在房间不出来 会被别人觉得很奇怪 但是整个家却好像只有这个小房间 是属于自己的地方 其实不管是婆家还是娘家 甚至是跟伴侣本人 如果少了尊重跟信任 住在一起只是一种互相伤害 身为结婚的女人 其实我们想要的不是豪宅或是名车 很多很多现实的考量 我们也都知道 但心底最深处希望的 却只是回到这个地方 可以过得自在 可以把这个地方称为 我家